音乐 音乐 这次我们六月份的设计的主题的课程是 就是以食物做到一半的课程来呈现 那刚好我就想说逛五节要到了 肉粽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可以拆解的食物 所以我就以专五节肉粽做了这次的课程 这次肉粽的课程的话 它难易入的话 其实设计上不会很难 但是需要大家比较耐心跟细心之外 我们肉的花纹 你需要拿针下去画 画出它的线条 肥肉的部分的话要稍微搓一下 让它有点肥滋滋的感觉 我们香菇的话虽然已经调好色了 但是我们香菇最后再刷一点黑色 让它显得更自然更生动 等比例的缩效 跟颜色上的琢磨 还有你所需要的材料啊 零件啊 可能有时候会找很久 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克服 然后东西慢慢的出来的时候 你的成就感会越来越大 那你的乐趣也就跟得起来了 最后完成所带给你的成就感跟乐趣 是无限大的 因为这里办法 刚好是端午节 所以我就想来试试看 我觉得是做那种 糯米的米粒的地方是最困难的 因为这每个都非常小 而且还要搓非常多 因为它为了要让整个碗 看起来比较饱满一点 所以你要搓很多颗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做完成了你的想法是什么 摆起来放在桌子上 看起来蛮有成就感 就感觉跟真正的食物很像这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